懂啦 小知识 大世界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冬季降水以固态的雪为主 而夏季走多为液态的雨水 在盛夏季节 有时也会发生下冰块的现象 这就是冰雹天气 冰雹是强对流导致的一种灾害性天气 常常与雷雨同时出现 冰雹天气都出现于夏季闷热的午后 一场冰雹常使大批果树 蔬菜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庄稼也会颗粒无收 有时还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现在虽然有了一些人工防暴 消防方法 但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冰雹灾害 我国各地每年都会受到 不同程度的冰雹灾害的影响 北方山区和丘陵地区尤为严重 2015年5月6日 河南省洛阳市部分地区 发生严重的冰雹灾害 不少冰雹都有鸡蛋分大小 你们好记性时磅 帮 one quantitative bo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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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paring